另外带你来看到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 全程采高价快速道路的方式 往北连接国道5号 往南将会串联正在办理其中报告的花东快速道路 那么预计在年底就能够提送环品审查 而交通部长王国财今天也与立委傅昆奇 共同前往视察多出未来将要设置服务区 以及交流道的路段 并与地方交流意见 期望能够加速整体计划的作业时程 目标要在八年内完工 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 全程采高价快速道路的方式 往北连接国道5号 往南串联正在办理其中报告的花东快速道路 预计在今年底就能提送环品审查 目标要在八年内来做完工 这段时间在苏花庵的连接 我们现在出国的想法 让它变成这次已经快速道路的水准 所以我们的规划设计 包括副委员或是很多当地的这个讨论 就是不要让它再回台九线 所以我们在和平跟合同那一段 本来有很多的部落都希望说 还是接回台九线 还是会影响当地的这个可能经济等等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想法是这样 还是以高价通过 设交流道 交通部长王国财19号特别来到花莲 与立法委员傅昆奇共同前往视察 夺出未来将设置服务区及交流道的路段 并与地方交换意见 那今天我们交通委员会 立法案交通委员会到花莲来考察 对整个苏花凯二期的苏花庵 要什么时候把整体的这个环平能够通过 预算编列 然后能够来施作 让从苏澳一直到花莲的这个快速道路 能够迅速的来完成结局 那对于花东快速道路的部分 我想我们今天对于这个相关的 暂定的预定的可能的这些交流道 我们要做一个现场的一个评估 因为毕竟在这个高速公路 以及快速道路的兴建 往往交流道是很多地方民意要反映 以及争端比较多的地方 我们及早做好的这些相关的工作准备 对于未来在整个施作 推动花东快的过程当中 能够缩短时程 至于花东快速道路 今年七八月间 已经在地方举办了五个厂次的 花东快说明会 并将在整合民众意见及学生访谈 经济效益 财务规划后 明年二月提出完整期末报告 预计整体规划在核定后 十年就能完工 记者许立琴 秀灵香报导